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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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摊子经过四十年的跪摊以后 回来带着一挂一挂的葡萄树 葡萄树 葡萄树 回来 向他们报告 那么可惜 十二个人回来以后 十个报告二消息 只有两个 耶稣亚跟加勒 向人民挑战 我想这个图可能也就是描写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情况吧 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在哪里有信心 依靠圣 换一句话说 今天教会的情况 大概只有8%的人吧 参与教会的侍奉 有信心 所以我常常在美国教会所 教会里面5%的人 来埋头苦干做参与的工作 95%的人在哪里买宴 在哪里批评 我想这也就是这幅图所给我们的看见 我想常在想 当这个人回来报告的时候 他们在营地当中 必定呢 吸引起不少的混乱 他们报告了坏消息 大概的人多么强大 他们的城墙多么的伟大 我们看自己像扎萌一样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我想呢 一团纷乱 阵阵吵吵 那么甚至加勒跟这个耶稣亚呢 就很难来控制这个会场 叫他们安静 来听听他们的报告 对上帝的信口 耶稣亚跟加勒 应该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 激发我们 在凌晨道路当中 可以学习的许多榜样 在这现在一年 我们已经走了两个月了 当时的伊瑟列 离开了西南山以后 第三个月 就面对加迪斯巴尼亚 加迪斯 我们今天也第三个月 前面我们所面临的是神的应许 神的同在 神的保护 或神的祝福 我们可以在其中学到很多的功课 但是弟兄姊妹 站在上帝应许的边缘 面对上帝的应许 面对上帝的保证 我们心中 当然感到很大的兴奋 很快乐 很满足 也充满了感恩 但在同时 我们也会发现 在获得应许之前 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 会面对许多的困难 遭遇到不少的拦阻 甚至他们说 我们前面的这个障碍 是巨大无比 城墙建固 仇敌非常的有经验 人数高大 而且呢 我们生不过他们 像鸡人一般 这岂不是我们在信仰道路当中 我们所常经历到的吗 但是我觉得 当我们做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对上帝的子民 在奔跑这树林道路当中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施舌 只当作历史的看待 这是曾经发生在以色列那里 曾经以色列人跟亚纳族人 跟亚玛利人的争战 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一段经文 当作一个宗教的制舍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 曾经有这一段的经历 我觉得 当我们做这一段经文 圣经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我们面前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一些事实 这一些经历 今天也成为你我 二十一世纪信徒 在奔跑这树林道路当中 应该有的经历 他们的困难 他们的困难 可能也是我们的困难 他们所面临的是我们所面临的 他们所经历的 他们的阵仗 他们的困惑 也应该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经验 但是他们的得胜 也应该鼓励我们 使这一切成为我们的得胜 是的 弟兄姊妹 这一段经文 就给我们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恩典 有这个时间 来看看我们自己在属灵的路程当中 面对上帝的应许 和上帝的祝福 面对新的一年的路程 我们该怎么走 这是我们一个好机会 在那里来观看自己 我对神的关系 今天到了怎么样的地步 我对他所托付给我的使命 我跳到了多少 我完成的多少 我还缺乏多少 是的 这一段经文 给我很多的思想和考虑 但是他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也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想许多人会说 应该是在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九节那里所讲的吧 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说 他说 然而住在那里的基民闯壮 成一是坚固宽大 我们 并且我们看见了在那里的亚纳族的后人 亚玛利人 住在南地 赫人也不识人 亚玛利人 住在上地 迦南人 住在湖边 并 在余当湖旁 是不是呢 是的 很多人怎么说 以色列人现在面对的就是那些强大的敌人 亚玛利人 赫人也不识人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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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墙的建固 也有一个城墙的建固 并这个 他们的 并定的 有经验 武器的完备 是不是呢 不错 我觉得这是 外在环境的一个挑战 但是呢今天我想 我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面的挑战 我要从药亚跟佳勒 对这些百姓所说的话 来看看我们到底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外在的困难 外在的拦阻 外在的实验 我想不足以成为我们失败 退切不前进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应该看看外在的环境而已 或者我们思维的敌人 和我们的困难 我们应该由药亚跟加了一个属灵的眼睛 看到在这些外面的环境的背后 真正的失败的因素在哪里 真正在属灵的路程当中的挑战是什么 因为外在的环境 有神的应许 神说不要怕 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 是不是呢 已经是应许 既然已经赐给我们了 我们还怕什么呢 但是真正在这些人受败的原因 就是在药苏亚跟加勒所讲的一句话 我看见在那里最少 有三个不同的挑战 那我今天简单的 跟各位分享这一点 第一个 什么挑战呢 药苏亚说我们去 环境计划说 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 一个真正的面临我们的挑战 不是外面环境 而是我们里面的问题 所以药苏亚跟加勒说我们去 药苏亚知道 要完成上帝所托付他们的使命 不是一个人 少数人可以去完成 那是要整个以色列人 大家同心合力 互走 来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 所以他说 那我们去 弟兄姊妹 那时候药苏亚跟加勒不说 好你们这个色列人 既然常反对票 你们去走 离开吧 我们自己去打 没有 药苏亚知道不可能 要征服加勒 要取得仇地的地盘 要把仇地打败 除非我们大家 合而为一 心连心 并肩 一同驱步 在神的道路当中一同作战 每一个人 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大家合力来达到 或做的工作 我想这是 有药苏亚的看见 或加勒的看见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色列人反对的时候 他说 不要 我们要去 我们大家要去 我们大家要同性 我们大家要互走 不错 不错外面的仇敌 恶劣的环境 常常是叫我们在树林的道路当中 我们跌倒 常常是在我们树林道路当中 我们要面对的一些挑战 但是真正 我们令我们所败 令我们退后的 乃是我们里面的不同性 我们里面的不合一 我弟兄姊妹 或者 或者相无的行动 我想在任何事上 乃是其的成功的一个关键 那么对要完成上帝托福的圣功 我想也是如此 因为这个圣功 是非常的坚弃 只有少数人的倡议 实在是不可能来完成 我们需要 互走 我敢肯定 大家都听过这个医说 这个语言吧 讲到有一只老乌鸦 在这个旷野里面 他有一天发觉 他自己口渴了 他到处去找水 找不到 飞来飞去 忙得不得了 再去找水泉 或者水吃 找不到 但是后来他发觉 在那里有一个小瓶子 瓶子里面有水 这个乌鸦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乌鸦就跑到瓶子旁边 在那里要嘴身进去 但是可惜 瓶颈太小 瓶颈太长 水太低 所以他吸不到水 怎么办呢 这个老乌鸦算他聪明 所以呢 他想一个办法 好 他就怎么呢 飞去 拿了一个小瓶子 放进去 一个小瓶子放进去了 以后呢 发现这个水 还喝不到 再放进去 还喝不到 所以他又在飞 一个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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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放下去 到最后说什么呢 水慢慢的 在那里 可以往上高 这等到呢 他的嘴可以碰到水 他可以喝水了 我想 这个预言 给我印象很深 我想看见 这也就是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要完成 一个行事的一个原则 一个人 做到不可能 所以有人说呢 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 是伟大到 神不能期待 也没有一个人 被伟到一个地步 神不要他 把他丢掉 换一句话说 神造你 神造我 有一定的一个托付 在我们 在我们这个 里程当中 在要完成 三个整个 永远的计划里面 你我 都是非常的重要 都应该涨一分 是的 在人看来 这个小狮子 算不得什么 太小了 唯不知道 丢掉吧 在神的眼光看来不是 正如刚才的老乌鸭 这一个一滴 一粒 一粒小狮子 放上去了 到了一个程度 水往上涨的时候 也就是像 你我每个人 在岗位上 尽我们所能的 做要神 我们做的 到了神所依尽的时间 和神的计划 神的恩典和能力 他的荣耀 展显出来 叫许多人 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得到满 除非 你我和神 除非 你我大家分工 大家一同合一 我们永远 到不到 也看不见 上帝的祝福 弟兄姊妹 可惜 今天的教会 不但没有合一的地步 帮我大家 彼此分裂 讲出路以外 说 有人说 教会今天呢 是鬼打鬼 自己打自己 巴不得 这一段经文 给我们看见 由苏亚跟加勒 苏林的眼光 所看见的 头一个条件 要完成神的使命 必须 大家合一 大家 彼此分工 合作 第二样 我看见什么呢 在一本英文翻译圣经里面 他说 Let us go at once 让我们大家现在就去 即使就去 换一句话说 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一样 是我们要大家彼此护走 有一样条件 我们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 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他们不说呢 好了 既然四个人反对 我们两个人同意 大家先召集会议 讨论讨论 大家在彼此参赏 参赏 再祷告看看神的质疑如何 没有说呢 我们再设立一个小组 让小组在那里再去讨论一下 也不说呢 也不说呢 我们再等明天后天 或者下一个月 反正呢 不急要嘛 我们既然漂流旷野三个月了 现在呢 还有很长的时间 不急要 等等来吧 等到他们丑地软漏下去 等到这个城墙自己 有地震把它整倒了 我们再去 也不止吧 没有 有数要跟加勒说 现在 立刻就去 换一句话说呢 他懂得怎么样 趁热打铁的这个真理 弟兄姊妹 Procrastination 我想这是英文里面 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拖延吧 拖延我想是人的本性 是不是呢 哎呀 反正还有明天 干嘛要急 反正还有下个礼拜 反正呢 还有明年 不急不急不急 我们常常呢 就在神的工作当中 没有自己 没有立刻起醒 来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在那里 失败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我在这个一本书里面看到 他是这个 Lighton 佛里面所讲的 The Christian Persuader 就是这个 基督教 说服者的一本书里面 其中他讲到有一段 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他说有一天呢 他带着孩子 这个Sara Jean 跟他的太太 要到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太太呢 Debbie 就把这个Sara Jean 他的小女儿 叫给这个 Lighton 去看管 他说呢 你看这个小孩 小女儿 那么呢 我去 店里面去买一些东西 就回来 那么这个Lighton 就好啊 去吧去吧 所以呢 这个 小女儿呢 就跟他爸爸 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爸爸呢 看到 店商店里面 有新的computer出来了 哎呦 他在那里兴奋 在注意到computer 哎呦 转头一看 小女儿不见了 哎呀 惨了 他说怎么办呢 所以他到处在那里去找 去喊他 这个Sara Jean 你在哪里 没有声音回来 哎呦 他赶快去找他太太了 告诉他太太说呢 哎呀 不知道这个Sara Jean 现在到哪里去了 不见了 他说哎呦 你怎么糊涂 我叫你看这个小女儿 你反而在那里 这么粗心大意 哎呦 在那里直着来直着去 他说算了算了 赶快去找他吧 所以他们呢 就一个商店到另外一个商店 去找都找不到 哎呦 花了差不多一段的时间 他们想要不要去报警呢 孩子不知道到哪里 是不是给人乖走了 还是遇到什么意外的事情 不晓得这个孩子在哪里 心中紧张都不得了 所以呢 他就在那里跑来跑去 哎 不然看到这个小女儿的朋友在哪里 问到哎 默默人了 你看到没有看到这个Sara Jean在哪里 他说我刚才看到他往那条路走 哎他去哪里呢 他说不晓得 哎呦 去找这个Sara Jean 找不到 那么怎么办呢 他就跑到校长去哪里 哎 校长 因为看到我的小女儿在这里 他说没有啊 他说那怎么办呢 所以赶快又再去找了 找不到 那他们正在忙的馒头露水 不晓得怎么好 要报警不报警 那么在哪里三心两意的时候 他们走出学校门口 哎 所以忽然间看见这个Sara Jean 哎呀 高高兴兴 嘴里拿着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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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在哪里一面 一面在哪里 在哪里笑笑咪咪的 哎 爸爸你好 他爸爸说气死了 你到哪里去啊 他说我 刚才走路到那个糖果店里面去 那看见呢 有个好糖果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糖果来吃啊 弟兄姊妹 他说什么呢 这个Lighton 找到了女儿高兴 就不得了 但是他回到家里以后 他说再回想这个事情 他说什么呢 在那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到45分钟的时间里面 他说什么 我忘记了一切 我只想到一件事 我女儿 在哪里 他没有想到说他还有许多的信要回复 他没想到说他的讲告还没预备好 他没想到说还有电话要去打 他没想到说有多少病人要去探访 他说在那个时间里面 他的心只注意到他的女儿在哪里 他的祷告对上帝说 上帝啊 帮助我找到我的女儿 他就这书讲一句话说呢 除非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样迫切的心灵 要完成神的使命 他说呢 你不要盼望上帝的教会可以复兴 这一句话给我很深的感动 是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神的工作里面 我们常常是在哪里拖延 我们很多的理由 对上帝推迟 不立刻采集行动 等我有了钱再说吧 等我有了时间 有了时间 我们再讲吧 等我的孩子长大了 我再服侍神 等我退出了 我再有更多的时间 做你要我做的工作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教 要传播天下的这个福音 和这个责任 已经等了两千多年 但是我们还没找到 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拖延 耶稣亚知道 偷延不是办法 偷延也造成一个失败的原因 所以他说我们 立刻现在就去 这是第二样 我看见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样 我看到的挑战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不要怕他们 他们城墙虽然坚固 仇地虽然强大 他们的武器虽然晚辈 但是呢 假如神 以我们统在 他们便是我们的事物 这一句话 后等的壮烈 这一句话 后等的有信心 这一句话 后等的有依靠 所以第三个挑战 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 面对我们未知的未来 我们未知许多的困难 我们要以一个像耶稣亚更加了 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 抓住神的应许 勇往这些 这是第三样对我们的挑战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常常凭做仁义 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 常常凭用人的方法 来达到上帝我们达到的目标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完成神的工作 只有一个 抓住神的应许 若是神与我们同在 假如神虚口 我们可以做到 所以这是我们在目前 在这个时代里面 面对着这些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才有的一个性质 你相信不相信 神能 你相信不相信 神可以 神愿意帮助你 神与你统在 你相信吗 我弟兄姊妹多少时候 我们最难最厉害说相信 我们的祷告说我们也相信 但在我们实际的行为当中 我们多少时候 我们却不相信神 怀疑神 甚至我们背逆了神 只有送付神 抓进神的依靠 我们才能完成 我弟兄姊妹 是的 有些事情 可能是会令我们烦恼 因为我们想适应用更简单的方法 来完成 我们想过一个更轻松的生活 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旨意 如果是神有我们统在 我们万事 都可以做到 如果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谁能拦住我们 如果是神称我们为义 谁能顶我们的罪呢 有什么是我们能以神的爱 如果是神称我们的 如果是神称我们的 神称 神称我们的神称 这个事情 就来到我们的神称 但是我们的神称 因为他要从他 最后来的神称 弟兄姊妹,这个女儿有个决心,他爸爸不会让他掉在地上。 若是这个爸爸忽略,他一跳过去,爸爸不知道的话,他会掉到地上去了。 假如爸爸没有力量扶住他,他可能也摔下去,都碰到地板上,会有造成不好的结果。 但是这个女儿四年来跟爸爸同在,同住在一个房子,他知道爸爸绝对不会怎么做,爸爸有能力,他随时跳,随时接过去,高兴不得。 他常常说呢,我是这个super hero,我是这个super woman,他高兴不得能够飞,能够跳。 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女儿蹲在那里,准备爸爸来了,爸爸一跳,挨他抱住了。 那和他姐姐在旁边看到,爸爸就跟他女儿说,诶德比,姐姐在这里,我现在去哪里一下,你就跟姐姐在玩吧,你在跳吧。 对比说,no way,爸爸牵他,他说姐姐也有力量啊,够大啊,可以抱住你。 他说,no,爸爸不管怎么牵他,他都不相信。 后来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肯跳到姐姐的手中,让她抱你呢? 他说,我只跳进一个健壮的绑壁的手中。 I only jump to the strong arm。 后后这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刺激,很大的感触。 我只跳进有能力的绑壁手中。 弟兄姊妹,这应该是你我的一个写照,不是吗? 我们喜欢跳进一个有能力,健壮的绑壁里。 神说,我永远的绑壁在你底下。 我的能力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在的能力。 弟兄姊妹,这样因为神不会让你知道。 这样神不会让你死亡。 这样,因为他的应许是真实的。 我想这是我们在奔跑这一条灵神当中,三个属灵里面的挑战。 第一个,我们若是要取得仇敌的城市,若是要取得神的应许,成为上帝的禁兵, 我们必须要呼应。 你我,在神面前都重要。 你我是自己,我们大家要一同进行。 有样,我们要立刻行动,不要再等待。 因为现在真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是越南的时间。 你三样,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要靠自己的智慧。 让你抓住神的应许,知道祂是信舍的。 祂的志愿不会短缺,祂的能力不会短少。 你若是能将自己放在祂的手中,那是无限的安全。 你相信吗?我相信。 在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 我们才走了两个月。 还有十个月在哪里。 我不说前面是一帆风生。 我知道前面还有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拦阻。 有很多的危险可能。 很多的别人也行。 但是我相信, 凡事临到我们身上的,都经过神的时刻。 假如神应许我们同在,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了。 为什么? 我们还惧怕。 为什么我们过着不前? 为什么我们还这样软弱? 还是在等待? 去,耶稣说,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这是命令,不是suggestion。 这是命令,不是向你要求。 命令,我们必须要遵守。 去吧,圣当呼你。 让我们勇敢的, 讲耶稣跟加勒说, 若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为得神。 言神赐福我们。 阿们。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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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